总统蔡英文今天上午协同内政部长徐国勇 交通部长林嘉隆 卫福部长陈时中等人抵达国军花莲总医院 探视太鲁格号事故伤者 这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造成重大的伤亡 今天来到花莲就是来探视我们的伤者 还有慰问疑难者的家属 那么我要向疑难者的家属表达哀悼之一 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协助 处理后事 国军花莲总医院院长也出面说明 大部分伤患都是骨折 挫伤跟撕裂伤 以动员骨外科医师连夜手术 目前只有一位伤患出血量较大 在家户病房观察 我们总共在昨天启动了大量伤患 收治了27个患者 有14位已经出院 有8位住院 其他的因为状况有比较严重的 有转院 很可惜的有一位呢 是到院前就已经失去生命真相 这个车次是属于实名制的 所以他对台东的我们的国人是一个有保障的机会 所以很多都是属于台东的住民 院长还提到相当遗憾 其中一位到院前失去生命真相的民众 是医院同仁亲属 同仁得知消息忍住悲痛 坚守工作岗位 总统蔡英文也感谢各界人士热心支援救灾 展现出台湾社会良善一面 承诺政府会提供伤亡者及家属最好照顾 人士新闻有苏聪祝国岗位的乱花莲星辰采访报导